杜老師 珍貴學長 還有各位朋友 謝謝宜芳的邀請來參加這個座談 我原本以為是很輕鬆 就出一張嘴來就好了 但是前幾天突然這個珍貴學長 慎重其是敲我的門 要跟我互相校正一下 彼此的歷史記憶 那我非常的緊張 我後來才發現說 我的記憶是完全是錯的 就是我是接誰擔這個召集人 然後把這棒子交給誰是哪一年 全部是錯 那發現我以前寫的這個工作報告 包括網路上的資料 也是我寫錯的 所以這很麻煩 因為他去考證了第一手的史料 那但是因為這樣 我也去翻我的百寶箱 我還是把核心史料留下來了 其實我有兩份最關鍵的 一位是我的任命狀 這是2003年7月14號 這個首長黃寬總監所批示的 這個一連串的人事調整 是因為在那一年 我們的一位 可以是我的學長 黃清典先生提前退休 突然之前提前退休 所以後面他那時候工作很多 所以各種職務要開始調整 那我就變成了這個 7月14號開始就要接任 禮俗宗教研究室 這裏頭很有趣的就是說 因為一方問了一個問題 宗教禮俗跟禮俗宗教的異同是什麼 我發現這個黃先在上面 第一時間寫的是宗教禮俗研究室 後來發現不對 把它圖改變禮俗宗教研究室 顯然這個困惑 當時候就已經產生了 那第二份資料是翻出來 2003年我接手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網頁網站 那我必須要確認哪些成員 因為我原本應該話說從頭 然後我是1987年81號跟著劉鎮貴 先一起來實行所報到 他是博士班畢業 所以我們是同一天來去辦書架領書 然後辦各種手續 所以是值得記憶的一個日子 那1995年是我生 1994我回到台灣 1995我生復研究研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成立的生活禮俗實研究室 劉鎮負責是禮俗的部分 禮俗宗教的部分 我負責是生命醫療人 這是醫療跟疾病人的小組 我們那時候研究室底下兩個小組 1997正式分家的獨立 就變成一個是禮俗宗教研究室 一個是生命醫療史研究室 所以從1997我就負責 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的運作 那到了2003 我記得生命醫療是交給真的 對不對 你是接我的生命醫療 那禮俗宗教我是接黃青年先生 我一直認為我是接劉鎮貴學長 結果不是 這個是更正的一個錯誤 那用這個我就回到 宜方所問的幾個問題 他說宗教禮俗跟禮俗宗教的一同在哪裡 對我來說 如果你把宗教擺在前面 那後面的禮俗就是宗教裡面的禮俗 可是當你擺成禮俗宗教的時候 我的認知是禮俗與宗教 那這個用什麼東西來解釋會比較清楚 這個論語裡面一直有很重要一個概念 就是孔子說這個君子有三位 就是三樣他害怕的東西 畏懼了畏 為什麼呢 畏天命 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 那這個歷代的著述家很多說法 我比較認同的是董宗書的看法 董宗書這個看法用現代的語言來講 就是說因為杜老師講新社會史 一個社會的構成 他一定要有共同規範 叫社會規範 社會規範用現代的語言來講 就大概有三種共同規範 就是你遵守 你破壞會被處罰 你遵守會被獎賞 就是賞發原則 這是構成一個社會最重要的一個精神層面 那君子有三位裡面的天命 就是宗教 大人 就是我待會被迫要離開 因為大人要開派王必須去 要服從 就是法律、政治、權威 或者是國家暴力 用什麼語言都沒有關係 就是世俗的這個力量 那聖人之言是什麼 聖經按照董宗書的解釋看起來 就是禮、就是俗 就是約定俗成的 只是聖人可以把這個原則歸納出來 宗教仁愛心意和平 這一類的 變成剛募式的這個教條 所以是禮俗的這個部分 所以禮俗宗教研究是一成立的 事實上就是這兩個同時在進行 並不是只偏宗教史 但是我因為我個人的興趣是偏宗教 劉先生是偏禮俗 當然他跟宗教有關 術術、旅行、杜老師研究 剛講的宅經、居住的這個問題 這都比較是偏禮俗面的 那我自己做這個巫、做道士 這些大概比較是偏純宗教的部分 這個希望能夠有給一個答案 因為我以為就是找我們三個來錄影純正說 我們曾經有過一段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既然也還有其他的朋友 我就稍微多講一點 那麼我是挑著的 他的第七點是問我們說 研究團隊成立活動組織 最敢困難之處 那我想他主要是想說 他現在接了這個棒子 怎麼活下去的問題 這個在座位很多人都做這種行政 或者是一個研究團隊 因為杜老師剛講成立這些東西的目的 就是你要打破單兵作戰 我們從這個單打獨鬥要變成群毆 才有力量才會變成揭蔽 在這個時候團隊的組成 他的最關鍵的是要找到領導人 這個領導人不能太軟弱 但是也不能太兇 所以最痛苦是那個領導人 痛苦在哪裡 如果你不涉及錢沒有問題 你涉及到跟人家申請經費 所以你一定要交報告一些的Data案 你有十個成員 可能有七八個都很乖 有一兩個有時候還是你的老師 你怎麼去催他呢 是不是 這個見面都微微糯糯了 怎麼改的說 老師要高喔 我高我就高 不太可能對不對 有些人就耍賴 但更可怕的是 你要編入文集 其他成員也會受害 我研究道教有一個字叫成婦 就是你本身沒罪 其他人搗蛋你就倒霉了 我就等你那一天 那本論文集永遠出不來 我們最長的紀錄拖了七八年 是不是最後才搞定 這個都是講團隊工作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付出的代價跟忍耐 那有沒有好處當然很多 就是學習的那個速度 跟你的知識的成長 眼界 這個是整個研究室 或是團隊工作 我們跟個人工作很不一樣 而且可以學到不同的 所以要有心理準備 這個挫折是一定會有的 一定會有的 那更可怕的是 就是夜是這幾年 我也感覺說大家都很忙 你要坐下來開會 像今天這樣 已經很了不起了 如果來個七八個 你就應該說今天是吉日 不是兄弟 要日日都好日是很困難的 就是要有這樣的準備 每次演講你要輕輕打跳 趕快打電話 今天有會議要記得來 這研究團隊跟活動 這個是經驗 那麼個人研究在這方面的瓶頸跟獨共 我想剛好像杜老師也提到了 這跟田野是有關的 當然我們在 我們幾個都是叫人類學主 人類學們 以前叫第四 就是老師 那人類學 我們不可能坐在椅子上做人類學 這竟然掛了這個名 所以我們多多少少 人類學主的同仁 多多少少都有點田野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做我自己做宗教 或者做禮俗的時候 因為在閱讀古代文獻的時候 通常 因為理由我們太謠言 就好像你看食譜 如果你沒有下過廚 你看食譜看一百本 還是不知道那個菜的滋味 或者真的怎麼樣下鍋了 看看宗教的一些儀式的本子 也會有同樣的困境 我是19 我雖然從壽子班開始就寫宗教史 可是我是到1995才有正式的去做田野 是因為我在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 看到很多這個六朝的文獻 一些記載 怎麼跟我童年時候的記憶很像 就童年我看過了這個台灣的檔基 跟六朝江南的這個烏 怎麼這個儀式的描述這麼像 所以迫使我在1995年 我就決定 就在以台南跟大台北地區 做一個田野的地點 就開始跑宮廟 開始這個找雞童 開始看這個法師的一些表演 這個是我碰到最大的瓶頸 跟我突破的方式 就是到田野區 因為很多的宗教 跟一些禮俗的過程 我們叫儀式過程 都還活著 還活著 如果不完全一樣 你也可以從現場去觀察到 去印證到 你說書本上它很簡要的幾個字 你馬上就可以懂了 比如說我看這個文獻 以刀剖舌 那很多範例家覺得 那應該是錯的 不可能 可是你去看檔基 檔基不是一支歌嗎 就是以刀剖舌 類似這樣的這個儀式 你會覺得那不是誇張 也不是物比 那就是一個宗教儀式 類似這樣 還有其他的一些宗教體驗 我們沒有辦法 根據這個文字去判斷 那你到了現場 他描述那些文字 你看到了現場 他的表情 那個樣子 就是那幾個字 非常精準的去描述那種狀態 這個是我個人的一個體驗 那在這個第九個問題是 在新社會史研究歷程中 最難忘的人事物經驗 這個當然很多 不過我覺得最難忘的還是田野 尤其是離開台灣的田野 我記得這個李貞德好像以前寫過一個文章 用過一個metaphor 就是我們研究古代 其實就跟到一般旅行一樣 到一定會的國家 因為時間會造成一個隔閡 但是你到了真正的當代 你就是離開你自己的土地去做田野 譬如說我過世的一位同仁 宋光以前帶我們到馬來西亞去做田野 第一次看到海外華人的說 基成之後因為接待我們都是幫派分子 住在半夜會被淋檢的旅社 然後去的就是最底層的社會 可是最重要是那一次很意外 就是田野會有各種的變化 我們突然碰到當地印度教最大的節日 我們就跟著當地人去朝聖 跟很多印度裔的人到他們的聖地去朝聖 那我第一次 我不是透過文獻 是透過田野去看一個印度教的朝聖的過程 跟他的宗教的儀式 跟台灣的禁鄉還有黨基的這個陣頭 馬上有一個非常鮮活 甚至回到這個羅馬古代的一些很奇特的宗教活動 那個基數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讓我非常的震驚 在韓國是因為 一位老朋友就是張隱成先生的接待 我去研究當地的這個母當 就是他們的烏 那譬如我們這樣跳繩跳繩 我們到滿洲的這個滿清的時候 滿洲啦清朝的時候看到這個薩滿 叫跳繩跳繩跳大繩 我們叫基當嘛 他們叫跳繩 那怎麼叫跳繩 我開始錄影的時候就知道什麼叫跳繩 因為那個韓國的母當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他是用這個方式讓這個繩附體的 所以你看多少次跳繩 你都沒什麼感覺 一到那邊看片子一打開 他開始跳 你就知道什麼叫跳繩 還有各式各樣的 然後在那邊看到說 譬如說我問張隱成說 你們韓國有沒有道教 他說沒有 可是到那個母當所佈置的這個神壇 有一邊就全部是道教的神 我說怎麼會沒有道教 這邊全部是道教的 所以他們已經佈置到 就是已經被整合到韓國的傳統的宗教裡面 好像這種都是書裡頭 我們沒有辦法找到了 那當然到這個到香港去看幾個有名的像黃大仙這些的 或者是伴隨著黃大仙出來的一些宗教醫療的一些設施 這跟台灣做一個對比 而到了大陸主要是去青城山還有北京的白雲罐 而且很巧的白雲罐那也是剛好是他們的中原幅度 就看到了全真道士 一個年輕的全真道士跟台灣的道士 用功的程度 因為那位年輕的道士 誦經的過程從頭到尾不看經文本 可是在台灣的道士他平民要犯 這個就是功利啦 這是功利 所以但是他相對的全真確實有比較束縛的 那個就是跟傳統這個所記載的 他是比較束縛的這個擺設 跟台灣有很熱鬧滾滾 要什麼東西都要搬出來 這樣的一個氣氛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簡短的那種其實是非常非常短的這些 當然啦這個青城山我是看到了這個 道教長講洞天伏地洞天伏地 那洞天是什麼 那邊就給你看洞天長怎麼樣 這個是 那個是 走田野會讓你在讀書的時候 那個愉悅的感覺會馬上就升級了 好 那最後 宜方希望了解是對未來研究的鑑魚展望 其實他剛已提到啦 以前是走田野是在地上爬的 現在有雲端在雲上飛的 我覺得這還是很重要 就是我2003年接手的時候 我就開始希望做了幾件事情 但是我好像李卓中間沒有做很久 不曉得又做了什麼事情去了 所以又離開 所以那時候開始啟動了一些工作 我覺得到現在可以繼續的 一個是一定要建立資料庫 就是說我們既然叫研究群 就是同樣類似的工作不要美男在做 應該是集合大家的力量 比如說樹木大家都研究旅行 相關的樹木我相信 留學人已經建了很多很多 他建了以後他的學生或他的朋友 就不要再建了 只要這個樹木資料庫放在理屬宗教這邊 我記得做最成功是第一個建 道教研究的樹木資料庫 那這個還被日本做研究道教的人 報導嘲笑不是嘲笑 說批評我們日本人真丟臉 第一個這樣的樹木資料庫 是台灣的林副寺先建成的 他還來查我們的東西 因為我把他們的東西都消化進來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持續 就每一個題目或是每一個研究人員 最少在退休以前 把他以前寫過文章 後面參考樹木的全文資料 就丟給理屬宗教 那我們很快就好幾個主題的這個 這個樹木資料庫會出來 第二個是我們講宗教講理俗 講調查離不開空間 那我們歷史學者比較欠缺的 當然杜老師講的那個空間 是一個居住的空間 可是歷史的思維 我們傳統的訓練比較少 除非做地名的啦 或者是交通這些 其實廣泛來講 歷史學的空間的維度 我覺得應該要強化 更何況我們現在有很好的 GIS的系統跟工具可以使用 所以希望這個理屬宗教研究 是可以把相關的資料 或者是各種的東西 用GIS的方式把它呈現 這是另外第二個期待 最後一個期待 還是一個團隊的概念 或者是一個協作 現在很流行叫Cloud Sourcing Sourcing要從每一個專家 把自己的身段放低 變成Cloud 變成民眾 那你就是貢獻一個人的力量 但是這是一個公開跟分享的過程 只有我記得就是上 當然我年大學的時候 就很喜歡陸名這個詩篇 不過我記得上研究所上 杜老師的詩經的時候 《幽幽陸名》 這是賓客來的時候奏樂 或者歌詠的詩 那我後來就查不到了 我記得印象中是說 為什麼這是朋友來要送陸名 會用陸名表示朋友的迎賓 聽說鹿這種動物 牠在水草邊或者是草原上 吃到美好的草 牠不是低著頭把牠吃光 而是會鳴叫 說來喔來喔這很好吃 可以吵就好吃 所以招騰引伴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非常古典的一個精神 那也很適合我們現在數位的時代 一定要記得分享 臉書不要常常守住 而且還讓很多人不能看 一定要公開 而且歡迎大家分享 我覺得這是一個知識成長 我很多現在很多知識 其實都來自我的臉友 他們無私的分享 各種的訊息 而且都非常的快速 一篇文章剛出來 就有人開始報導 一個新的電影好看的 上人馬上就說 要去看 馬上寫影片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在前數位時代 大家享受不到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善用 這樣的一個工具 但是這要有人配合 就是背後 我覺得還是一個強調的 露民精神 這樣的一個風氣 好我想我就 講到這裡 一